才结束了保加利亚行程的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立刻赶到了下一站捷克 捷克总统帕维尔亲自前往迎接 并以盛大距离欢迎 之后两人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泽伦斯基表示他在访问布拉格期间 捷克总统表达了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支持 并呼吁北约领导人在下星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为乌克兰加入北约采取具体措施 抵达布拉格前 泽伦斯基在保加利亚进行访问 保加利亚是乌克兰一大支持者 继重要军火生产国 泽伦斯基除了和保加利亚总理丹科夫进行会谈 还会见了总统拉德夫等官员 与他们讨论乌克兰的北约会集和运送武器等议题 结束了保加利亚和捷克的行程后 泽伦斯基下一站将前往土耳其 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就在泽伦斯基出访之际 俄罗斯6号以导弹袭击了乌克兰西部城市 利莫夫移动公寓 造成数人死伤 至于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危机 似乎有趋缓迹象 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 6号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俄罗斯对扎波罗热核电厂发动袭击的威胁正在降低 但警告只要核电厂仍被俄军占领 袭击就可能捲土重来 国际原子弹总署则表示 由于误恶互控对方策划攻击扎波罗热核电厂 为了确保核安 IAEA将扩大针对3号及4号反应炉组体屋顶 涡轮机厂房和冷却系统等关键区域进行查核 华人新闻综合报道